计多间航空公司裁员减薪后,负责飞机维修的香港飞机工程,明年起全体员工减薪 港基聘用6000个员工,明年上半年会推出减少工作计划 员工工时缩短,减薪一成半 经历级以上工时不减,但亦都要减薪 港基说自从疫情爆发,持续人手过程 经营环境非常艰难,可能会持续几年 别无选择下推出减薪计划,以减少亏损和避免大规模裁员